蛆蟲 从房朝乡里小心翼翼 拿出上百年的古书 这些都是人类文化的珍宝 我们看到这一个 这个大概是从古兰经的第三章开始 前面有一册不见了 这本古兰经应该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全球著名的伊斯兰文化 具有1400多年悠久历史 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 北部斯林来说 伊斯兰教义古兰经不仅是信仰 更是生活方式与文化核心 比如说吃的 吃的东西 不要吃凶猛的野兽 不要吃动物的血 不要喝酒 不要赌博 这些通通都记载在古兰经里面 百年的古书上 承载着信徒们一笔一画 抄下的虔诚信仰 古兰经从右边念到左边 到下面的时候 这一个字叫做照字 照相的照 这个字和这个字是一样的 假如说有哪一页是掉的 比如说刚刚看到了 这个字不是这个字 这个中间掉一页了 胡光中跟着父亲沿袭 以伊斯兰教义 同时也收集了许多古兰经 首抄本 穆罕默的圣人是在 632年归真 一直到650年 古兰经才成策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刚刚讲了 它是从610年一直开始 就开始讲 所以每次一有启示道的时候 旁边的人就用 野草的叶子 或者是肩胛骨 或者是石头 或者竹片 这一些把它就写下来 就在旁边写下来 从650年成策一直到现在 古兰经里面的一个字 都没有编过 现在的古兰经 都是印刷出版 所以历史上 百年传承的首抄本 尤其珍贵 不过历经战乱和时间的流逝 大多都有破损和宠害 这也是胡光中 现在头痛的问题 不要修复的那个世界 他说他看了 他看了以后 发现那个纸子应该不是 不是沙槽纸 应该是厚棉纸 厚棉纸 那我们对这个 我们就完全不了解了 他的品项 他就是一本皮革书 那他其实当时是 好好的装定起来 应该是一本很珍贵的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 前后封面跟封底 这里有一个洞 其实这上面应该是有宝石 有这么大颗的宝石在这里 每次检视都可以发现 腌甲虫 一只只不到5厘米的虫子 修复师也不杀身 用好纸好身招待 养在瓶子里 我们就合理的发现 这个是虫的翅膀 古书一到图书馆 先经过肉眼检视之外 得用显微镜分辨书里面的昆虫 和书液的材质 这本百年古兰经 书虫类型至少有三种 而且还有霉菌和人为破坏的痕迹 书液一打开的时候 好像看不到虫 但是所有的虫都躲在这个 书背这里 书的书籍这里 就是应该说书的脑部这边 这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虫窝 古书还会经过紫外灯 检视荧光反应 主要检查是否有现代的漂白剂 或是古书里显示荧光反应的湖斑 一旦发现荧光反应 就得再用显微镜检查 有俊丝的就是古书 而没有的则可能是防古书 就有一点那个柔酸铁的墨水在里面 那因为这种墨水遇到水 如果它遇到了很多的水 很有可能就会晕开 字就不见了 这本书透过取样分析 发现墨水含有铁锈 初步断定可能是阿拉伯世界 当时特殊的墨水发甲 修复师还从发霉痕迹 发现它曾经有可能被洪水淹过 每个步骤都得仔细 这攸关之后要用什么方式 除虫修补 以及使用什么样的补修材料 这个古兰金对于就是 大概全球有16亿的回教徒来说 其实是真的非常的珍贵 当然在我来说 我希望这一本古兰金 500年古兰金可以在存在世间 在1000年 在5000年 古兰金的修复过程漫长 耗费人力物力也得考量 但500多年的首抄古兰金 除了对伊斯兰教徒是珍宝之外 对全人类来说 也是难得的文化遗产 如何在多方考量下圆满修复 让古物得以传承后代 古书修复师的挑战才正要开始 没关系 没有关系 其实不是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